跟佛的心是融成一体的 了解吗 好 那注意看 昨天我有教你教这个 在光明当中 然后呢 事实上的佛啊 也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下面一章呢 它就变成 你自己的佛啊 也可以变成无量无边的佛 你看 你旁边 也无量无边的诸佛 跟你是一样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乘的观佛三昧 虽然只有十二张图 可以它把它很清楚的 介绍所有的细节 当然 待会我们练习不用想这么多 我简单的讲 就只要想四个步骤 第一 你观想 很虔诚的合掌 昨天教你合掌 注意听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 你现在呢 完全观想是光明的 所以手放下 平常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可以不要这么做 你就直接坐着 然后就直接想 我就坐在一团金色的光中 或白色的光中 你不用合掌 知道吗 不然你在捷运的时候 你突然合掌 然后这样 突然放下 那你要想 这头盖上去 对不对 他们不知道你的 所以在捷运里面 你不需要 昨天这样讲 只是我要让你知道 它练习有阶段 你这样心会比较专注 今天我们一样 就是你先合掌 然后观想 一刹那之间 释迦牟尼佛就在你面前 然后他放光加持你 好 接下来我今天要讲 观佛三昧 佛整身都很庄严的 那么观什么呢 请看 在观佛三昧经所说 观想的所缘境的重点 就是任何一尊佛的 两个眉毛之间 眉尖白好像 事实上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要师佛 三宝佛 所有诸佛 成佛的时候 都是一样庄严的 你看大殿 请看我背后 大殿的释迦牟尼佛 它两个眉毛中间 也有一个眉尖白好像 所以待会你就想 释迦牟尼佛是金色的 感觉它全部 然后就专注在 两个眉毛的中间 在其他的宗教 叫第三只眼 其实这个就是佛的三十二相 佛说 我们凡夫心很乱 有时候你可以想他的眼睛 有时候你可以想人佛的眉毛 有时候可以想佛 啊他好庄严 但注意听 今天教你 想佛的两个眉毛的中间 你心就专注在那里 假如待会你心跑掉了 那你就再回来 专注在那里 你也可以眼睛打开 眨一眨眼 再看一下大殿的 释迦牟尼佛 然后呢 你就再合一半的眼睛 然后观想念头就在前面佛像的这个两个眉毛的中间 这样你心就不会一直跑 不过可能刚开始会很短 可能只有一两秒钟 没有关系 那你就慢慢练习 所以最重要的是呢 是观佛三昧海经强调的 请看下一单 眉尖白豪像 为什么是眉尖白豪像呢 因为两个眉毛的中间啊 是我们整个脸的正中心 所以现在不是要叫你观鼻尖 而观两个眉毛的中间 这样观的时候你要观它是透明的 观完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呢 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 有些人观完以后 他可能会感动得很流眼泪 有人呢突然觉得 啊我身心非常的清凉 很好 这是观佛三昧的功德 有些人呢 观了以后刚开始没什么感觉 慢慢慢慢慢慢呢 他心会比较宁静 也很好 所以你不要去急说 哎呀师父今天教我 非常的殊胜 待会我是不是就看到了 释迦牟尼佛跟我说 Hello how are you Good evening 你不要你就是把心放在那里 这样就可以 它当然会跑掉 没关系再回来放在那里 待会我们练习一下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观佛三昧 是讲观佛 然后等到我要结束的时候 我会敲一声沁 你就观想 所有的佛像都变成空性的光 然后进入到你的心中 你的心就是佛的心 佛的心就是你的心 你就静坐一下下 这样听懂了吗 好我再讲一遍 第一先合掌的时候 然后观想一刹那之间 释迦牟尼佛就在你面前 你可以观想海印古斯大殿的释迦牟尼佛 非常的庄严 也可以观想你平常最熟悉的释迦牟尼佛 我家里供的释迦牟尼佛都可以 你就选一个你自己感觉是最清净的 最容易记得 第二个观想佛放光照在你身上 然后呢 你第三个就观想在佛两个眉毛的中间 就停在那里 专注的修 心跑掉的时候再回来 第四步呢 我会告诉你 敲倾的时候就把这个 所有的佛像变成光 进入你的心中 这是今天要教的观佛三昧 眉尖白豪像 虽然有十二张照片 那是要让你知道完全的程序 但是你不用想这么清楚 只要想四个阶段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了解吗 好 现在请合掌 我先敲三下就开始观想 当我敲一下的时候 就请你把你的手给放下来 当我敲一声沁的时候 就请你专注在佛的两个眉毛中间 就一直做这个观想 好 观想是很重要的 我这里讲一个故事跟例子给大家听 我曾经陪几位连友 去请教我老师一个问题 是连友的问题 那时候我在旁边做语言的翻译 这连友呢就问我的老师说 师父啊 我有时候呢念佛的时候啊 碰到幽明节众生 我念阿弥陀佛 我念六支大明咒 结果呢 那个鬼就跟我讲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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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没有用的 我也会念 你念阿弥陀佛 我也念阿弥陀佛 你会念阿弥陀佛 我也会念阿弥陀佛 结果呢 那个脸又吓死了 对不对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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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你念佛是没有用的 他就觉得奇怪 我怎么念佛呢 怎么会没有用呢 不念哲嘻 这个鬼呢 还是来了 他就很苦恼 最后去他接见我的老师 西藏的一位老师 那老师就跟他说呢 你虽然嘴巴念啊 不是没有用 可是你的心 没有产生观想的力量 重要的是 你要观想 这有几个重点 因为他的电话对话很长 我把它浓缩一下 第一 他说 鬼也是有佛性 没有错 可是呢 他没有像你一样 人呢 有受三皈依 所以第一个 佛弟子应该要想起 皈依佛法身三宝的功德 你身上有皈依的戒体 所以你不用怕 鬼不一定有三皈依的功德跟戒体 第二 你心中有佛性 所以你嘴巴虽然念六四大明咒 或念阿弥陀佛 可是你嘴巴念啊 你的心是散乱的 所以那个鬼呢 嘻嘻嘻嘻嘻嘻嘻 你会念我也会念啊 所以他根本不怕你 那这个时候 你应该观想 就像我刚才教你的 你要观想 你念 Om Ma Ni Ben Mi Hon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现前了 他说这样子 你一观想了 他立刻就走了 我再讲这边 重点有两个 第一 你要想到 我是三宝弟子 我有皈依佛法身的戒体 所以戒的功德力 是他没有的 三宝一定会互念我 第二个呢 就是你在光念的时候 不管念佛或念咒 你要加上观想的力量 当然注意听 观想的力量 这是我的解释 补充的 不是说我要佛菩萨观想 然后伤害他 把他赶走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用以大悲心 也来救度这个幽民界众生 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离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你是 真正用功修持的佛弟子 他是没有办法伤害你 再我补充 就算呢 你真的欠他 跟他有冤亲在主的缘 但是因为你念佛 念咒的功德力 他也得到利益了 他也会得离开的 后来这位莲友呢 就回到家里 晚上他开始在念 结果晚上呢 鬼又来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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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他就开始念 Om ma ni 对他念六十大名众嘛 Om ma ni ben me hon Om ma ni ben me hon Om ma ni ben me hon 他就很真诚地唱 就他唱了三声音 一观想以后呢 那个鬼就快走快走 咻就不见了 知道吗 观想的力量是真的很大很大的 只是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练习 举一个例子 你们会觉得我们家人过世了 希望师父啊 你慈悲啊 我们请你来帮我们超度啊 他的功德力是什么 佛的力量 还有诵经法的力量 第三 假如你遇到专门修持很好的师父的话 他本身的念力啊 是比你强的 他观想力比你强 他的慈悲心 虔诚心是比你强 所以他来超度 当然力量就很大 这是真的 但是你要请到很好修持的师父 那你平常也要修福修慧 广洁善缘 不是那你打一通电话 哎哟师父 我家死人啊 你快来啊 我家有过世 你赶快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拨一通电话 人家就要来吗 不是这样吧 对不对 所以观想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在座我请问一下 没有三规一的请举手 没有皈依三宝的请举手 请举手 举高一点 希望你发心在一个月里面 好好皈依三宝 在哪里皈依都可以 听好 师父不是做生意 你放心 一个月以后我就不在了 你皈依新加坡 任何一个道场都可以 皈依只是个仪式 皈依十方三世佛法身 你真的要发心皈依 皈依有皈依的很大的功德 要不要受五戒 慢一点 因为五戒会要求比较高 你不要等到要断气的时候 师父啊 心虹法师啊 你可不可以来 I'm sorry I'm busy 我在另外一个国家 那时候我想帮你 也帮不到了 所以年轻 在座没有皈依的联友 应该再去皈依 皈依有三皈依的功德 第二个 念佛念舟的时候 要加上观想的力量 那佛力 法力 跟你虔诚的智力 这三个力量很大 那你不是去伤害众生 你可以帮助一切的众生 这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这个禅观很重要 就交到这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请看经文 第六十八页 第十六行 丙二 喜无量心 我要补充一些 大乘四无量心 请看 先看幻东片 大乘四无量心 在维摩结经讲 什么地方是道场 什么是道场 道场 当然顾名思义 道是有道风 场是一个修行的住所 可是维摩结经啊 它是大乘的 金素如来的化身 所以它讲的佛法呢 是非常的精简而深入的 所以它对什么是道场 它有做定义 大家专心听 你要抄也可以 不抄无所谓 为什么 回去翻 维摩结经经文就有 执心 什么是执心 它讲三个心 执心 发行 发行 身心 还有菩提心 执心 就是道场啊 你心安住在法上 没有虚假部 听好这里的执心 不是指心执口快 有人讲话呢 是心执口快的 这个是不好的 这里的执心 是心不弯弯曲曲 很真诚 就是真诚跟自然的意思 有些人呢 心啊 讲话 口啊 心执口快 那好话坏话呢 他都不经过脑筋讲 比如看到你啊 觉得哎呀 怎么这么久看到你 你怎么这么肥呀 真像猪啊 他讲的是事实 没有错 可是你一定要这样讲嘛 这个呢 表示恶口的习性 不是指这个执心 执心是心 表里如一 没有虚假的 可是我发觉 这个对华人来讲 有时候很难 因为嘛 华人有时候都喜欢 假假的 对不对 你今天高兴吗 非常高兴 心里想 哼 非常不高兴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 环境啊 或是呢 你跟人相处 你觉得呢 好像讲话会得罪别人 错 讲话要有智慧 第二个 发行 应该是指发心 是说 道场呢 能够办利益众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 发心去实践 这里行 是指实践 第三 身心 就是指 道场能够增加我们 很多很多的功德 什么功德呢 事出事间的功德 你学佛法 一定是 跟佛菩萨 都有很多求 求健康 求长寿 求家里平安 求生意兴隆 求全家人 变佛教徒 求将来学习佛法 遇到好的善知识 你都可以求 有些世间的祈求 或出世间的祈求 佛菩萨 真的会满你的愿的 你在道场里面 为什么要做义工呢 你修福修会 就会增长 你很多很多的功德 智慧 人缘 所以 身心是什么 道场 争议你 事出事间的功德 接下来 什么是菩提心呢 菩提心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但是在《维摩节经》里 意思是说 为了利益众生 成佛 而正到无上的佛果 道场是不会走错路的 无错谬 表示说这个道场有什么 有正法 你才不会走错路 接下来再看 《维摩节经》又继续说 因为他讲完了这个 菩提心以后 讲了六度波罗蜜 我觉得跟我们这一次呢 讲座也很有关系 上次我们讲完了六度跟十度 所以我复习一下 什么是不吃呢 你在道场里面修复修会的时候 你不期望有回报 一般在公司刚好 我说过 就是谈project 就是什么 condition 我们谈一个计划 就是什么条件 然后我们有什么的 很多的 很多的规矩 然后赚钱 我们就分红 不赚钱呢 咱们就解约 拉倒 世俗人都是这样 可是在佛门里 你想想看 在过海印股市的 所有佛学班的干部 和义工 我们都要生水洗心 我们也要水洗 你们来参加 他们来这边做 是没有发红包的 没有打业绩的 像我们商业经社年底 我们也没有尾牙的 更没有斩鸡头的 我们没有考业绩 也没有评估 可是大家都很欢喜的 用心的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佛法 是不求回报的 对不对 不是说师父对你好一点 你就发心一点 师父不理你 明天呢 翘个屁股就不来了 那不来更好 为什么 省得麻烦 因为你闹情绪啊 所以布施是 不要求回报的 第二个 持戒 持戒是让你的心安 所以道场会让你 很多都会满你的愿 得愿具足 满你的愿望 你要从三规五戒 跟五戒十善开始去 十戒 第三忍辱是什么呢 在道场当中啊 一种迷养百样人 来自于十方 不同的教育 不同环境 不同的心 所以你在所有的人 相处当中呢 要修忍辱波罗蜜 这样你的心 就不会有障碍 有时候我也遇到 一些可爱的脸友 常常会跟我说 师父啊 我告诉你 我听你佛法很欢喜 我跟那个脸友 非常非常有缘 那个脸友 我看到他就讨厌他 我说不要这样想 世界这么大 会来同一个道场 学习佛法 打在路上 走一个路 不管你认识 跟不认识啊 都会有缘的 对不对 你不要心里 分得这么清楚 这个有缘 那个我没有缘 这样的话你的分别心太强了 那你很难证悟到公信 你也很难开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有障碍 心里啊 你有没有看过 我们中国的田 有没有 田 田地的田 就四格嘛 对不对 可是我发现呢 有些脸友的田 心中这个心田 好多格啊 一百格都化不完啊 对不对 这样不好 你的框框太多了 知道吗 轮回已经很苦了 你还给自己这么多框框 你的心有太多的障碍 心打开一点 Open your mind 你的心会没有障碍 第四个 精进是在道场里 不懈怠顾 为什么道场里面 要做早晚课呢 其实它就是让你 不要懈怠 因为我们凡夫都很容易 哎呀 累了呢 就想舒服一点啦 对不对 早上想到 四点五点要起床 哎呀 让我睡饱一点嘛 对不对 可是昨天呢 就很晚睡啊 所以我们常常日夜都颠倒 所以在道场里 它有它的规矩 就是让你的心 不要去懈怠 第五个禅定是什么 修禅定的目的 比如说这次讲座 我就很用心 在part one 到part three的时候 我没有教禅修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呢 这个论本来就很复杂了 真的很深哦 龙树菩萨的这个 菩提之量论是博大精深 讲得太复杂 我怕你会无法消化 可是你看到 讲到六度波罗蜜 或十度波罗蜜 你会发现有两个很重要 一个是什么呢 禅定波罗蜜 直观的功夫 第二个你要去了解 无常 无我 跟缘起性空 所以从part four这一次 我每天都会教不同的 希望你要慢慢练习 当然教你很多方法 有些方法你可能觉得 哎呀 师父我修光明想最快乐了 一下子就是金色的光 不要那么复杂 很好 有些人不太喜欢复杂 有些人呢他会觉得 哎呦 观佛三昧哦 好殊胜哦 我觉得这样观佛 我的心立刻就定下来 也很好 知道吗 有人会觉得 哎呀 我以前呢 都修属习惯了 The mindfulness of blessing 安娜班纳耶 那也可以 你就继续修你的属习惯 也很好 第六个看 智慧是指什么呢 道场现见诸法库 昨天讲 念头转为清静的时候 你的念头就会出生无量的智慧 你就现前 这里的现是指 at the present moment 当下 现在 建诸法 就是你了悟 所有一些佛法讲的道理 听好这里的了悟 有时候呢 是从你脑筋去了悟 by understanding level 有时候呢 你不是用这个头脑去了悟 用什么 用心去体会 understanding by your experience 或understanding by your realization 所以它体悟就算是空性 它也有不同的层次的 所以智慧就像我去人讲的 像泉水一样 慢慢慢慢慢慢它会涌现 这是维摩结晶讲的 四六度波罗蜜 好 下面是我要讲的 维摩结晶怎么解释 慈悲喜舍 请看万灯片 慈是在道场当中 要等众生故 等请画起来 平等心就是 普贤十大愿的礼敬诸佛 平等心很难修 平等心很难修很难修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看 我很欢喜学到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我很欢喜地 为各位介绍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也上网 第一个讲礼敬诸佛 在我商业经济的学生 有一次也是跟我沟通当中 他说师父啊 你很不平等耶 你对那个人A比较好耶 你对那个B啊很不好 C啊你根本都不理他 他是这样耶 他就是拿一张纸这样看 我说错啊 事实上我对三个都很好 是你的心是有分别的 因为呢你是这样看师父的 再来一次 他还认为他对哦 跟我辩论哦 哎呀现在学生真难教 本来笨笨的 标的没有智慧 到有智慧的时候来跟师父辩 师父空性啊无常啊 你要放下 我说我放得下你 为什么放不下呢 现在 土地啊 头地真的很难教的 这样子 师父啊 你对那个人特别好 错 修礼敬诸佛 这里讲 慈是指等一切众生 对所有众生都有平等心 为什么呢 他顶络我一个例子 他说师父你到印度去 去朝圣的时候 你就特别的打一通 国际电话给他 不给我啊 你真是哦 我很吃醋啊 I feel very jealousy I feel not uncomfortable I feel not comfortable 他说我觉得呢 非常的嫉妒 然后呢 我呢觉得非常的不甘心 还心不平 我说 那你没有问我 为什么打电话给他呀 你根本没有问我啊 你就认为说 你看师父就是这样啊 望远镜啊 这个有点像Koara 对不对 无味熊嘛 原因是什么 我在印度灌顶的时候 我梦到了一个A的学生啊 他发生灾难了 死掉了 B的学生并不知道啊 我没有跟他解释啊 所以我当然打电话给A的学生啊 我问你还好吗 结果他一接到我的电话就说 哎呀 师父他就放声大哭了 他说的确 师父我发生了一些事 师父你怎么知道呢 我说呢 我的胃肠很痛啊 所以我打电话来关心你啊 事实上 做一个师父是最对所有的众生都平等的 平等心真的很难修 我们刚开始没有学佛的时候 对好的人我们有缘要平等 那没有好缘的人 你不喜欢他 你的心是不平等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学佛今生二十多年 二十一年出家 学三十二十五年的佛法 到现在 我真正的是平等心的 举一个例子 来会课就全部可以去登记啊 我不会说你红包塞多一点 师父我可以见你吗 OK来follow me 那个没有塞红包的不见他 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对不对 对不起我没有暗示什么 我讲佛法就是讲佛法 你不要想到 又多了一根筋啊 师父在讲谁啊 嘎嚓 妄念 所以我是平等心的 因为我也遇过很多老师 我也知道每个老师 有different style 所以我讲经公开的 任何一个人都能登记 见我还见我 除非我没有时间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所以平等心是很难修的 那有些善知识 他教徒弟也是这样嘛 这个徒弟已经很优秀了 那就不用关心那么多啊 反而这个徒弟啊 笨笨的啊 troublemaker 一直制造麻烦啊 然后佛菩萨 当然一定要特别的关怀他嘛 举个例子 太阳光 太阳在天上一样 随时随地都造全世界地球的众生 对不对 他造新加坡也造台湾啊 他不会说 哦今天只造新加坡的人 明天不造台湾 错 他全球都造啊 东半球西半球 南半球北半球都造嘛 但是有一个情况 就是假如有乌云的话 假如今天像前几天 新加坡有乌云的时候 太阳光就被遮住了 就开始下雨 注意听 回答我 下雨的时候 还有没有太阳光啊 有 对 你不能说 下雨的时候呢 哎太阳你就不见了 你躲起来 他没有躲起来 他还是照嘛 像我从台北 飞机的那一天 我们台北是很冷 刚好下雨 我穿非常多的衣服 当我们飞到台北的机场上空的时候 万里乌云啊 下面是很大的乌云 我飞了四个半小时 到新加坡那时候 傍晚的时候呢 太阳已经下山了 我看到的是月亮 所以太阳 谁时谁地 都在照一切的众生啊 我这个比喻是说 真正呢 清净的佛菩萨跟善知识 他就是平等的 对一切众生 你不要怀疑 你要相信 而且要学习 所以后来我讲完以后 那个学生当场在我面前就哭了 忏悔 我说很好 还好你讲的 你没有讲的话 你心里呢 还是这样子的 恨我 然后就深烦恼 最后就disappear了 对啊 他跟我忏悔了 我接受啊 我才知道 现在啊 菩萨啊 难做 众生难度啊 再看幻灯片 第二个 请看悲 悲是什么 在道场当中 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解决他的痛苦当中呢 你要有忍入心 要有耐性 要吃得了苦 忍入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个 喜 就是道场当中 你常常要用佛法的法喜 来跟人家分享 比如说 道场里面有人来了 那做知客师的 或是法师或联勇 看到呢 那你应该主动的去关怀他 不要装作看到 他跟我没关系 假如现在有着 你的亲朋好友来你们家 对不对 你也很高兴啊 请坐 How can I help you 有什么事吗 在公司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 你要想 对不对 喜 就是常常去 用快乐的心 去跟人家分享 最后舍 听好 这里舍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 愿亲平等 还是要修平等心 第二个 断除你的正爱 断 正爱故 正爱断 真就是你讨厌的人 爱就是你喜欢的人 你呀 喜欢的人跟讨厌的人 那个分别心啊 非常的强 要断除你这种强烈的 不平等的心 这个才叫舍的意思 真正的舍是什么 no attachment about everything 对任何的事情呢 都不执着 这个才是舍最后的身的意思 所以可见佛法 同样慈悲习舍 在不同的经论 它就有不同深浅的意思 好 接下来再看 这是我要跟大家鼓励的 所以从下面 长了这么多的观想 经文 这是我的法语 跟大家分享 第一 词就是要常常 要跟人家快乐 分享快乐的心 你常常跟人家 分享快乐 你就有很多的怜勇 举一个例子 我问各位 为什么你上班这么辛苦 还要来供修 还要参加佛学班 还要做义工 请问做义工有什么功德 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我现在就告诉你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起码有四个功德 第一 修福修会 我没有打载换灯片里 你自己写 因为我发觉我穷哥写完了 你们就 睡着了 第一个 修福修会 第二 广结善缘 你不是要跟人家结善缘吗 你要成佛 要有很多条件 你才知道成佛 要灿除业障 很多很多的障 要积聚很多福德之良 所以当你时间体力够的时候 你很愿意去到场做义工 很好 这是让你修福修会 第二 广结善缘 有些联友的个性 很孤僻 不太喜欢热闹 没有错 可是你也应该来做义工 为什么呢 你就是平常不关心别人 所以你就没有好朋友 你也没有联友 你平常关心别人 有一天你生病了 或在医院 你会发觉 哎呀你好感动哦 这么多联友来关心你啊 所以你为什么平常没有联友呢 没有朋友呢 是因为你从来也不关心别人 所以你的朋友很少 所以做义工的第二个好处 广结善缘 第三个 终身学习 菩萨道里面讲法门无量试验学 在义工要学的东西非常的多 你懂的跟不懂的都可以重新学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真正的菩萨是充满了活力跟动力的 是充满了生命力的 比如说我一生下来 我也不会做学电脑 我也不会PowerPoint 我更不会做slideshow 我也不会做短片 学呀 假如学了可以帮助众生 为什么不是不学呢 对不对 当然啦 我买这个电脑不是去打电动 我从来都没有时间打电动 有时候我也不会打电动 我打电动我还问小瓜 用小朋友 有什么好玩的 他们很喜欢打电动 可是我买电脑的目的 是做幻灯片 帮助一切众生和红法 所以我前面的那个电脑 对不起 挂了往生了 结果的学生供养我心的 真的很惭愧 可是他知道 我的师父拿这个电脑 是要去利益 无量无边众生的 所以我很感恩 所以要终身学习 要不断的学习 第四个呢 你来做一工 就是护持正法 对不对 当然修行 你也可以在家里修 可是在家修呢 不如共修的力量大 你也可以在家里啊 听DVD 没错 可是你当场来听 师父亲自教你 大家一起共修的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对不对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 做一工有哪四个 有很多的功德 有四个功德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有四个 第一 修辅修慧 第二 广结善缘 第三 终身学习 第四 护持正法 所以你应该 生欢喜心来做一工 当然假如最近 你出差很忙 我家里有病人 要照顾 你可以跟师父讲 师父对不起 联友对不起 我最近真的辛苦 我忙 我可能有几天 没有办法来 很好啊 做很好的沟通 这样大家联友 也会帮助你 关心你的 不要闷在心里 不讲话 开心啦 师父 没骂你 对不对 好 看这里 再看回幻灯片 所以词 是要跟众生 分享快乐 悲 你要尽心尽力 解决别人的痛苦 喜 是跟别人呢 分享你得到的 法喜 会法喜充满的心 所以你真正看到 精进的联友 应该是很欢喜的 对不对 最后舍呢 是怨亲平等的心 还有训练你自己 不执着的心 英文是 no attachment attachment about everything 好 接下来 好 再看一下 我现在就要讲 慈悲喜舍很重要的 来 这是很重要的 请各位看讲义 68页 下面 最下面 商业经社 四种条件 做义工 跟作为一个佛教徒 尤其有一个联友 待会会问我 菩萨界的问题 菩萨界有 无量无缘的功德 其实做一个 行菩萨道的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请你也有 记得下面四个 愿心 责任 义务 与功德 听好 我心弘法师 是不喜欢喊口号的人 因为我喊 对不起 我想到我以前当兵 我没有政治立场 我以前也没有 没有学佛之前 我也是很 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的 我记得每次当兵的时候 因为最近有一两个朋友 去当兵 我们每天要站起来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 喊完了 好了可以睡觉了 我觉得喊口号 没有什么用的 老实跟你讲真话 做才有用 Action 所以我很希望 帮很深奥的佛法 浓缩成几句话 让你在世间工作也可以用 在佛法也可以用 因为现在有些的佛教徒 他不喜欢佛教名词 哎呀师父你们 好多佛学名词 三十七道品 我背都背不起来 那没关系 你背 愿心责任 义务与功德 英文 Great Vows Responsibility Dharma Duty And Buddhist Benefit 这个很容易背吧 我们做很多事情 行菩萨道 你要有一个愿行 愿就是一个目标 一个理想 因为里面叫 Ambition 你的志向 或叫做 Personal Goal 一个目标理想 比如说你现在 决定要买一栋 新的政府主屋 你就有一个目标 接下来你在家人 你做先生 或是做太太 或是做家人 你总是有你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你要尽你的责任 第三个 你有你的Dharma Duty 英文里面 我故意加了一个Dharma 是指法的义务 对不对 比如你今天排班 到佛学班 说我今天要做义工 你突然不能来了 当然你要有礼貌 打电话跟师父 我脸有恩请假 你不能说爱来就来 不来就不来 表示你这个人 根本没有责任心 也没有义务心 最后我刚才讲 做义工有很大的功德 为什么 它有Buddhist Benefits 它有世间用钱 买不到成佛的资粮 菩萨大的功德 所以这个也是免逼我 商业经社的联友 Committee Member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情绪 有时候他们工作也很辛苦 有时候他们也会跟我抱怨 但是我也会鼓励他们 好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请你抄起来 讲慈悲喜舍 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次讲座 你通通都忘记了 都没关系 最好不要忘记 我讲得那么用心 希望你不要忘 但是你若很忙 你没办法天天来 全部都忘记的话 请你记得下面这五个 Positive Communication 相信 真诚 真诚 倾听 善巧 耐性 英文是 Trust Honest Listening Skillful Means and Patience 我们讲慈悲喜舍 我觉得华人比较不太喜欢沟通 我常常听到脸咬 哎 走吧 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忙哦 你知道我的什么意思哦 对方看 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又没有讲 对不对 我们又没有神通 哎呀 不好意思说啦 你就知道啦 谁知道啊 鬼知道啊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都不喜欢沟通 当然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 是很能沟通的 但是沟通要有态度 Be careful your attitude 沟通要选好的时间 跟地点 比如说夫妻之间 大家都很忙 你有事情要讲 你不要压在心里 你应该讲 老公我有事情跟你谈一谈 那做老公的呢 假如老婆 一次 两次 三次问你的时候 你不能讲 busy busy and busy 你真的要给你一个时间 听你的太太 她有事情要跟你谈 你不能说 哎呀 谈什么 我赚钱养你还不够 咪哩呱啦的 脆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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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不要念啦 不要念啦 睡觉啦 睡觉啦 错了 老公跟老婆都不会沟通 选个时间嘛 礼拜天上完佛学班以后 Have a sweet dinner time together 出去外面嘛 对不对 小孩子呢 交给公公婆婆养一啊 出去好好逛街啊 对不对 好好的沟通 那有些小朋友也是这样 爸爸妈妈呢 要她呢 做什么的时候 哎呀 不要念啦 妈 Shut up Keep quiet I'm busy Go 就出去了 那这个孩子也很没有礼貌 妈妈你也选错了时间 为什么 你选在她最急的时候 所以注意听 沟通要有智慧的 你要选好 适当的时间跟地点 再举个笑话给你 你跟师父沟通 你也要学的 不好意思啊 我教商业精神的脸友说 你要问哦 问题之前要问 师父你忙吗 对不对 你脸友有时候很可爱 师父等一下 我可不可以供养你 我心里想 你选错时间 为什么 我要上厕所啊 人有三级啊 我现在有内级啊 等一下嘛 不要急嘛 所以大家的心都很急 心很急 又不沟通 所以误会就会更多 虽然你很认真念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啊 我的先生又搞外遇了 怎么办 佛菩萨好可怜啊 问题是 佛菩萨有保佑你啊 你就是不跟他沟通啊 那问题没办法解决的啊 对不对 所以我在金色 连友呢 要见我都必须要安排时间 干部都会问 师父你忙吗 我说很忙 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没有讲话 我脑筋动很快 对不对 我待会要打电话 还有email 所以大慈大悲 敏众生 所有新加坡的联友呢 你送email给我 请你也慈悲的 修制他交换 至少给新红师 一个礼拜吧 对不对 除非你是往生了 或者你要自杀了 那你当然了 急件 urgent message 那我半夜一定打 我回你的电话 你告诉我号码的话 我不用打电话 我打国际电话给你 半夜的时候 我一定打电话给你 我真心的 可是呢 我觉得新加坡的联友 心太极 也不太会尊重别人 今天发email给你 师父明天你就要回 天啊 我每天都上课耶 你这样子要求的话 新红法师会很快到 阿弥陀佛净土去的 师父都是被榨干 被累死的 知道吗 沟通很重要 你真的很急 你也说师父真的急 你可不可以三天 或五天给我回 我会尽量满你的愿的 对不对 所以要选对时间 要选对地点 要选对谈话的话题 不要压在心里 压在心里呢 今天生气 明天生气 后天呢 就火山爆发 machano 所有东西你都会毁掉的 所以那想一想看 我们佛教徒 读了这么多的佛法 学了这么多佛法 为什么我们在 身口意当中 面对一切众生的时候 我们很难沟通呢 举个例子 今天有一个脸友问我 师父有时候 佛心这么讲 有时候这么讲 我常常会搞古图 很好 比如说在法华经 安乐行品里说 我们修行安乐行品 身清静 口清静 意清静的 要远离恶友 告诉你 这个坏朋友不要 那个坏朋友不要 我们要远离他 哎呀糟糕了 现在我们听 大乘思无量心 你看到后面的经文 菩萨是不可以放弃 所有的众生的 你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你就破了戒了 哎呀 这很难的 我后面会跟你讲得更精彩 我也曾经呢 障碍线前 我几乎放弃了学生了 真的 我几乎放弃 不教了 I'm totally give up 我有三次 我在佛菩萨面前哭了 我自己忏悔 因为我受过菩萨戒 我已经弄到呢 我的学生呢 都快疯掉了 crazy了 我想好吧 商业经测关店好吗 我真的差点三次 所以我也是有情众生 但重点是 你要觉察 所以你要沟通 你要沟通 请看第一个 关灯片 相信 相信人很重要 现在很多电影 第一句话都会讲 How can I trust you 对不对 现在好人很多 坏人也很多 动不动就要骗你的钱啊 骗你的财产啊 得到你的信任 所以相信别人 要有智慧 你相信你的师父吗 相信你认识的脸友吗 有人连自己的爸爸妈妈 都不太敢相信 当然相信也会变 有时候你说 有啦 我相信60% 60% 过一阵发生误会的时候 我只相信10% 过了一阵子呢 你发现 你因为感受到 很多人脸友帮助人 你 师父很关心你 你可能会变成90% 但是你还是有10% 不太相信的 是不是 夫妻之间你完全相信吗 不容易的 师徒之间你完全相信吗 不容易的 第二个 Honestity 要真诚 要诚实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误会呢 就是什么 欺骗 对不对 有些脸友很可爱 我问他问题 我说请你告诉我答案 师父啊 不要执着嘛 随缘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说我怎么知道 你的什么意思啊 我又没有神通啊 我当然问你啊 你猜的话 百分之百都猜错 所以我叫我的学生 不要用猜 问我 Email问我 SMS问我 你不要猜 百分之百 你都猜错 为什么 因为你太笨了 没智慧 你怎么会猜到 师父怎么想呢 我猜哦 师父哦 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猜哦 那个脸友 一定是这样这样这样 答案是什么 都错 所以你要真诚的去问 要诚实 不要欺骗别人 假如你不想讲 你可以说 我觉得 I don't want to talk this topic today 我今天不想谈这个主题 你可以说出来 但是你不要欺骗别人 你就觉得说 Today is not a good day Not a good chance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今天这个机会不好 时间不好 因缘 我不想谈 下次再说 你可以这样讲出来 知道吗 夫妻之间这样沟通 做父母的跟小孩子 也是这样要沟通 你跟你的师父 联友也是要沟通 第三个 listening 请听 很重要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老菩萨 常常教训自己的儿子跟女儿 自己学佛很精进 常常会要求很多自己的孩子 但是现在年轻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的想法跟我以前师父的想法 也都不一样 以前那个师父的时代 都没有用电脑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曾经鼓励很多台湾的联友 老菩萨做功德 现在做功德有很多 印经 盖庙 流通法宝 那最大最大的功德 有一种是 做网路的功德 因为大家知道 全世界都数位化 我在跟你讲经的时候 全世界还有很多人上网 听我的入菩萨行论的 结果我就跟老菩萨说 老菩萨 你要不要发心来做功德 他说师父 什么功德呢 我说我们的网路基金不太够了 那这个 我们想你来发心发心 你很潜心 他说师父 网路哪有功德 通通都是色情网站 没辙了 我就保持微笑 你累了 那你先回去 我们改天再谈 他出门的时候 师父 不用谈 就走了 为什么 他连倾听都不愿意倾听 listening 没有错 网路很多色情网站 可是网路也有很多 全世界很多的资讯 你上商业金色的网站 你不是看很多很多的法宝吗 对不对 全世界啊 网路是一个无形的法界道场 网路就是华言金讲的 这个禁虚空骗法界的华言海会啊 所以可见网路有好也有坏 我们要教的是吗 教小孩子怎么用正确的东西来帮助自己利益众生 没有错 网路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 色情的 暴力的 欺骗的 对不对 假的 但是你要教他呀 教他 你要沟通 要教他怎么选择 你不可以说 OK 不要用网路 不要看电视 不要什么东西 不要这个 不要那个 不要那个 那最后变这样 植物人咯 忧郁症咯 白痴咯 那这样啊 你高兴吗 所以 listening很重要 再看幻灯片 善巧与耐性 skillful means 我们在修慈悲习舌的时候 常常要有善巧方便 像老师一样 教学生 不同的学生啊 他用的方法不一样 同样的 我们说众生无边试验度 不论在家出家 也要常常学习 当然我们也会有错误的经验 知道吗 对不对 我们要跟人家沟通 人与人沟通是很难的 爸爸妈妈沟通啊 也很难的 耐性也很重要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我的妈妈就很关心我 我出家很多年了 我很关心她 但是我不会执着她 我常常给她 我的奖金录音单 有一套呢 我就会寄给她 她想念我的手就放 普贤行愿评 看一看 一天不错 两天不错 第三天就关掉 她就出去shopping了 那shopping累了 回来以后再来看 再来看 第四天 第五天 那天下父母亲 我妈妈 在我她的眼光里 我永远是她的儿子 她永远关心三庄 是 第一啊 你有没有吃饭啊 第二 你有没有钱用啊 第三啊 不要太晚睡啊 早一点休息啊 因为我从小就是很乖的小孩 我一年级被我的时候 爸爸妈妈训练得很好 我回到家里先做功课 做完功课 我才可以出去玩的 到二零级以后呢 我还有一次 我功课做不完 我们家七点吃饭 我做到八点 结果我哭了 我妈妈吓一跳 不要做 不要做 鸦来吃饭 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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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我妈妈 把我培养到很大 所以我很感恩 我母亲的教育 跟爸爸的教育 那入了佛门呢 师父教得更严格 所以我一直很感恩 可是在他的内心里 我永远是他的儿子 我跟他说 我已经不是五岁的小朋友了 不是小瓜 我现在是大瓜又大瓜了 这么大 我是法师了 所以你不要催催念啦 每次打电话给我 你有空吗 我说 厂话长说 讲重点 我妈妈还厉害哦 为了都要跟我沟通 对不对 他有手机 他很会SMS呢 我都不会欸 因为他就是要跟我沟通 他知道我很满 OK good luck 早点睡 那等我有空 我再回电话给他 可是他一拿电话来 就说怎么样 你又吃饭了没有啊 你又没有钱用啊 我说我出家二十年 也没有二十啊 三宝有保啊 吃饱 睡饱 佛福萨会饱啊 然后又问 哎呀不要那么辛苦啊 你奖金很辛苦啊 听你的DVD很辛苦啊 你都做到半夜的PowerPoint 不要做啦 早一点睡觉吧 我说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念 你再念我就挂电话了 后来呢 我听了我一个朋友 讲了一段话给我听 我很感动流眼泪了 很抱歉 师父讲我自己 我也在学习善巧跟耐性 菩萨当中学的东西很多 后来我有一个多年好同学讲我说 姓洪师啊 其实你妈妈 师母啊是对你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她受的教育就是很低嘛 她去的国家没有你那么多啊 所以她只能用她最真诚的方法 就问你吃饱没有 有没有钱用 有没有早点睡 所以她就用她最真诚的方法 来关心你嘛 所以你不要生烦恼嘛 我的朋友一讲完呢 我当场就哭了 我觉得呢 反而是我的朋友 比我更有慈悲喜舍 听懂我讲什么吗 我并不会怕 哎呀我丑陋的例子跟大家分享 真的 我们慈悲喜舍不是挂在嘴巴上 你可以告诉母亲 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 她讲完以后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先留言给她 voice message 我说妈待会你有空 她也在忙啊 她也工作吗 那等你有空的时候 请你拨电话给我 我有事情跟你讲 她接到了电话 然后她就打电话 她说什么事啊 我说你现在有没有空 你忙吗 我说你忙的话 我就晚上再跟你讲 不忙不忙 不过不要讲太久 五分钟就好 我说很好 你现在跟我沟通了 你告诉我了 我就跟她说妈妈对不起 前几天我讲话 真的跟你道歉 我真的太忙了 我忙了要去新加坡奖金 每天都在 跑路回头都打不完了 讲义啊 都做很多 我说谢谢你 然后就反过来换我 问我妈妈 你哪个礼拜有空 换我陪你去吃饭 我请她去素食 我选在我妈妈生日的那一天 对不起 我选在我生日的那一天 很多年有要跟我亲生 我说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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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everything 我那一天陪我的母亲 她非常非常的开心 她就开始想到我小的时候 有时候讲得很开心的时候呢 她很开心 有时候呢 我这一生也很苦过 我吃过很多很多的苦 你在我脸上是看不到伤痕的 我真的吃过很多苦 被人家欺负过 被人家打过 很多很多的苦 可是我妈妈讲到我这一生呢 难过的地方 她也流眼泪了 她完流完眼泪的时候 我就给她tissue paper 我说过了就好 过了就好 她说不好意思师傅 我这里面称哭 我说你就尽量哭 她说可以哭吗 哇 她就哭得更大声了 哭完了以后 我说你高兴吗 嗯 very happy 走 可以回家了 知道吗 哭没有什么丢脸的嘛 对不起啊 所以要有耐性 要有善巧方便 skillful means and patience 请背起来 相信 真诚 然后我在跟你谈 可不可以 at least you should speak out 你要讲出来 你不要跟她讲 闭嘴 我已经很累了 养你还不够烦吗 那小瓜就这样 臭臭的脸 养我还不够烦吗 妈妈不喜欢我 她就走了 小朋友是很容易受伤的 你讲一句的话 好呢 她是永远一辈子记得的 所以人与人沟通 真的很不容易 好 所以我标题叫 positive communication Don't do negative communication 为什么 她骂你一句 你顶她 她呢 还有呢 人与人吵架的时候呢 都是恶口的 以前的坏事 通通都翻出来 一直骂一直骂 过了就过了嘛 所以我觉得脸友很奇怪 家家有满了 难念的经 念普贤行愿品 没有时间 可是翠翠念 翠翠念 念得非常多的经 对不对 念完了就很累 就睡觉了 这个才叫做 真正的慈悲喜舍 好不好 希望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好 再来看 下一张幻灯片 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呢 要发四五亮星 好 这个也是补充的 你可以操一下我框框里面 在修四五亮星 早上起来 你三规一做功课的时候 你也可以发 愿一切众生都得到快乐 愿一切众生若有众生受种种的苦 我会尽心尽力的吸情家的去帮助他 救他 这是古汉文没关系 你可以用白话文讲 就像跟佛菩萨一样 第三个 愿一切众生灭除一切的困苦 永远的法喜充满 第四个 愿一切众生皆得妙舍庄严 舍就是要放下 放下以后呢 他的心就欢喜 他的相貌自然就会庄严 所以身心都庄严 所以叫做皆得妙舍庄严 简单的说 在西藏释迦行里面也有这样修 他的文字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简单讲给你听 第一个就是 愿一切众生得到快乐的乐因 跟得乐果 死嘛 第二个 愿一切众生都离开苦因 跟苦果 这是悲嘛 第三 愿一切众生随时都呢 做佛所做的事情 而法喜充满 这叫做喜 舍呢 是什么 愿一切众生都放下而不执着 正悟空性 所以 大乘跟金刚乘有很多是相通的 再重复一遍 请看幻灯片 愿一切众生都得到快乐 你可以写简单的字 第二 愿一切众生都离开痛苦 不但痛苦没有 苦因也没有 第一个 愿一切众生都得到快乐 与重快乐的因 所以外国人常常会问 看到小朋友 Are you happy today? Are you happy today? 你今天高兴吗? 第二个 愿一切众生都离开苦因 也远离一切痛苦的结果 第三个 愿一切众生灭除一切痛苦 做佛所做的 而法喜充满 第四 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放下一切执着 正悟空性 这就是慈悲洗舍 而且是大乘的慈悲洗舍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请看 经文 六十八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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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